歡迎收看一混淆英文單字之解析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我們一混淆英文單字之解析的時間 那麼這個時間是針對於 那麼有一些英文單字在中文的意思上是相同 但是英文的用法及意義上是有所不同 那麼來加以區別 以使得我們未來在用字潛質方面 能夠更加的準確精確 那麼當然也希望整個節目如果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你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好我們看一下今天我們要講的這個 一混淆英文單字解析的這個三個單字 分別是這個第一個是 Vacant Empty Blank 那麼這三個字呢 在中文的意思上都叫空的 但是有什麼樣的different 有什麼樣的區別呢 好我們來詳細看一下第一個字 Va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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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cant呢它是一個形容詞 那麼深入的表示呢 它是 表示無人佔用空間或無人在職的狀態 另外就是這個裡面的設備或設施沒有人在使用 或者是裡面沒有人在運作 在職 那麼或是廁所或座位是沒有人使用的 那個地方有實際有些設備但是沒有人使用 那麼就會用所謂的Vacant這個字 空的 無人使用 那麼如果使用中就用occupy occupy這個字本來是y 動詞去y加ied就是被佔據的 就是目前有人使用當中 有人使用當中 就是occupy 那麼或taken 被拿走了 就是有人在使用 那麼另外也可以描述人的心裡有些心不在焉 這個心呢被拿走 所以我們通常說occupy 心不在焉 心被佔領 好 那麼這是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例句 I found no vacant seats on the bus 我發現沒有空的座位 在公車上就多多都有人坐 沒有空的座位 I found no vacant seats on the bus 好 這第一個 我們講的是空的 空的 那麼第二個呢叫做empathy 那麼empathy呢 它也叫空的 不過我們進一步來看一下它裡面的更深入的意思 那麼它形容詞表示 內部什麼都沒有 什麼什麼東西空空的 不只空無一人 甚至空無一物 裡面搞不好人或東西都沒有 就整個是空白的 整個是空無 什麼都沒有 Nothing 一無所有 如果在描述人的心裡 也可以指描述人的心裡 則有空虛的意思 這個人呢 內心非常的空虛茫然 不知所措 也有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 跟它有所區別 跟vacant 這我們要注意一下 那麼比如說 那麼 The house was empty when I move in 這個房子是空空的 當我搬進去的時候 可能連家具什麼都沒有 整個是空空的什麼 而且裝潢的什麼都沒有 所以整個是空的 叫empty The house was empty when I move in 這第二個空 那麼第三個空呢 叫blank 那麼blank 它是形容詞 叫空白的 無表情的 那名詞 它有形容詞 一般來講 我們像這兩個都是屬於 形容詞 但是這個blank 它比較特別 它說的形容詞 叫空白 無表情 它名詞 它叫空白的地方 空白處 空白處 那麼通常是指 表面上沒有書寫跡象 上面沒有書寫 或者是印刷痕跡 沒有任何的印刷 都整個一張白紙 一張白紙 那麼也可以指 土地沒有被占據 這個土地是荒蕪的 完全沒有人 無人 無人地 隱身為指 人臉上面無表情 這個臉 不可憐 什麼臉都沒有 空白 空白的臉 所以可以指人的 人的表情 所以這個是指 外貌 而這個字指empty 就是心理上的空虛 你這個空 有空 有心理的空 有臉上的空白 不一樣 好 那麼這個是指 可屬名詞 特別注意 它是可屬名詞 特別注意 可屬名詞 那麼是指 空白處 空白處 名詞的時候 好 那麼知道我們這三個 Vacom 這個empty 跟這個blank 三個字的一個不同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這個題目 我們要來選哪一個答案 最適合的 好 TESTER我們說 Excuse me is the seat taken or still 那麼這個 對不起 請問這個座位是 現在有人用 taken就被拿走 有人用 或者是 我們從剛剛這三個分析 非常容易的馬上選出來 就是 或仍然是怎麼樣 空著的 也就是說 這個有關 它這個是指 有沒有人在使用這些器具 這些器具 設備有沒有人在使用 所以這個座位是 這個已經被佔 這個座位是被佔了 或者是已經 或者還有空位 就是說裡面還有空位嗎 或者是全部都做滿 empathy跟這個 就不行了 因為empathy是指這個 裡面的空餘物 什麼是空 什麼的空空 或者是內心的空虛 而break 是一張白紙 或者是指這個 人的臉面無表情 所以這兩個 就不適合用在這個 我們要用的空 是這個vacan這個空 所以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很容易要 把中文相似 但是它其實英文上 有不同的 這個字的用法 跟它的意義呢 把它這個做一個區分 那麼未來我們會不斷的 這個區分很多很多的難制 使得大家在用制潛質上 能夠更加的精準 那麼這也是我們今天 所帶來的整個 節目的內容 當然也希望整個節目 如果對大家來講 是有幫助 別忘了訂閱 按讚分享 並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受我們最新 最新的影片訊息 期待下次一混搖 單字字解析見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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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